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威胁信息安全的因素和隐患 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 如何正确对待信息技术的发展 就请同学们跟随老师一起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信息技术 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 当前伴随信息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观念和新事物 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 置身于现代信息社会 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相互交织 我们既要努力学习如何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 也要注重在运用信息技术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 提升自己的信息安全与社会责任意识 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信息安全与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 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信息安全知识产权 以及信息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 当前信息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 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 企业经营安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也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安全 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 保护国家信息安全 是信息化社会中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 老师怎样才算信息安全受到了保护呢 早期的信息安全 主要是物理设备的安全和简单的文档归类 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盗窃及管理引起的设备 及文件的丢失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安全设计的范围越来越广 在现代信息社会 信息安全是为了保护信息的正常使用 存储和传输 也包括保护使用存储和传输这些信息的系统 以防止对信息无益或有益的损害、破坏、窃取、泄漏、 未授权的修改以及误用 简单来说 信息安全主要是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和可控性 信息的完整性是指信息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保持不被修改、不被破坏和不丢失 信息的保密性是指信息不泄露给非授权的个人或实体并供其使用 信息的可用性是指信息可被合法用户访问并按要求使用 信息的可控性是指对信息的内容及传播具有控制能力 任何信息在一定范围内都应该是可控的 目前影响信息安全的因素主要有 威胁与攻击、知识产权的损害、支持系统的服务质量以及误操作 威胁与攻击的发生可能是自然因素造成 如火灾、地震、战争等灾难 威胁与攻击同样可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我们把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进行非授权数据操作的人称为黑客 互联网时代 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都是一种人为的潜在危害 可能引发信息泄漏、信息敲诈 甚至是蓄意破坏造成系统瘫痪 老师 我听说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病毒 叫勒索病毒计算机中毒后 文件无法使用 用户需要转账到黑客指定的账户才可能恢复 老师 我知道这种勒索病毒 它主要通过攻击系统漏洞 发送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传播 勒索病毒文件一旦进入计算机 就会自动运行 对文件进行加密 使文件无法被打开 加密完成后 还会在桌面等 明显位置生成勒索提示信息 指挥用户去缴纳赎金 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 个人用户深受其害 谢谢小达的分享 像编制 传播 勒索病毒这样的黑客行为 会严重威胁国家 社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 我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电器升级操作系统 不随意点开电子邮件 或网页上的不明链接 知识产权的损害 主要指非法使用 或复制软件产品 或其他信息资源 关于信息化社会中的 知识产权保护 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 由于信息的安全使用 依赖于很多支持系统的 成功运转 这些支持系统 包括电力供应 数据网络 设备供应商 以及相关服务人员 无论在信息的存储 与传输中的哪个环节 出了问题 都会影响信息的正常使用 所以支持系统的服务质量 同样影响信息安全 误操作 一般指信息使用者 因失误 执行了删除 改写 等具有破坏性的操作命令 导致信息受损 老师 影响信息安全的因素 有那么多 黑客 病毒会攻击信息系统 知识产权也面临侵害风险 我们还会碰到服务不给力 或自己误操作的情况 这可怎么办啊 小雅提的问题很重要 我们大家就来讨论一下 可以制定哪些措施 来保障信息安全呢 老师 我也来说一说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 保障信息安全的意识 日常生活中 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给他人 不随意扫描二维码访问 来历不明的链接 尤其是付款码 使用计算机 要注意备份好重要数据 安装杀毒软件并定期更新病毒库 小达的建议很好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些具体的 可以保障信息安全的措施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 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和道德教育 规范人们安全使用信息和相关设备的行为 第二 制定信息安全规划与制度 使信息安全的政策 标准能够有效地实施 第三 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 例如系统升级 设置防火墙 信息加密 数据备份等 以防止信息的泄露和破坏 老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会经常使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这些移动设备存储了我们的个人信息与资料 我们在使用这些设备的过程中 应如何避免信息泄露呢 小雅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小达 你有好的建议吗 从用户使用习惯的角度讲 我们应做好个人移动设备的密码设置 以及移动应用的权限管理 避免安装位置来源的应用 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不同应用的权限 对于允许读取本地通讯录 位置信息 电子邮件以及调用摄像头 话筒 指纹识别传感器等设备需谨慎对待 在处置旧设备更换新设备时 我们在完成数据备份 及传输的基础上 对旧设备也可采取清除数据 删除分区 格式化存储介质等操作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 小达的建议很好 在信息化社会 我们在获得各类应用APP 所提供服务的同时 不可避免的需要提供一些 个人信息 或允许这些应用APP 在需要的场合 读取数据 以调用设备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些信息可以随意传播或使用 每个人都应该注意保护 自己的隐私和信息安全 近年来 国家相关职能部门 也开展了一系列 针对违规收集 个人信息数据现象 真相检查与诊治行动 切实保护 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当代信息化社会中 信息亦复制亦传播 我们应特别注重 知识产权的保护 保护知识产权 是保障信息安全的重要组成 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 是从事智力创造性活动 取得成果后依法享有的权利 通常分为两部分 即工业产权和版权著作权 老师 上海正在建设科创中心 我平时也比较关注科技类资讯 知道创造发明是一类知识产权 除了创造发明类成果以外 知识产权的主体还包括哪些类型的成果呢 据1967年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 知识产权包括对下列各项知识产权的权利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表演艺术家的表演及唱片和广播节目 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发明 科学发现 工业品外观设计 商标 服务标记 以及商业名称和标志 制止不正当竞争 在工业 科学 文学 或艺术领域内 由于智力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其他权利 在信息技术领域中 计算机及所有周边设备 通信设备等硬件的设计 制造和计算机软件的原创成果 都受到法律的保护 作为使用者 必须具备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 自觉购买和使用正版软件 抵制盗版或未经授权的软件 未经软件版权人授权 不得对其软件进行复制 修改和传播 更不能进行商业销售活动 中国于1980年 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1983年 我国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985年 实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90年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1992年 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 2002年 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实施条例 针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 2001年起 我国还陆续颁布了 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实施条例 主要有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 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 其中 我国还分别于2011年 2013年 两次修订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软件开发者 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 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今年6月 国家版权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 网络侵权盗版 建网2020专项行动 这是全国持续开展的 第16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 本次行动严厉打击 通过短视频 网络直播 网盘分享 电商等渠道 传播未经授权的 影视 音乐 文学 游戏 动漫作品的行为 对此 网友们众说风云 老师摘入了其中一些观点 大家觉得这些观点正确吗 小雅 请你来说一说 这些观点不正确 作品通过互联网渠道传播部等于知识产权不受保护 我们应该尊重创作者的辛勤劳动 自觉抵制盗版 保护创作者的权益 老师 我来补充 付费在线阅读 收看作品和拥有作品版权是两回事 我们在付费使用信息时 应了解自己通过付费获得的作品权利 不能损害创作者的权益 大家都说得很好 作为公民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响应配合 见网行动的实施 自觉抵制打击盗版行为 在我们日常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收集处理发布信息时 也应实时处处 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同学们 早在2008年6月5日 国务院就印发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这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战略 正式启动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 使我国运用知识产权制度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一是有利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 二是有利于弘扬以创新为荣 剽窃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 假冒欺骗为耻的道德观念 营造尊重知识 崇尚创新 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 三是有利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和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 四是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 实现互利共赢 信息技术发展的巨大成果 是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 通过这阶段的学习 同学们应该也可以感受到 信息技术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尤其是给人们日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所带来的便利 近几十年来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以及在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在对社会发展 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以自媒体为例 自媒体平台 如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 近年来发展迅速 自媒体时代 人们经常可以通过 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 分享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发表对某些社会问题 和社会事件的个人观点 这些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 老师 我也经常在自媒体平台中浏览信息 这些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 可是我也发现 在自媒体平台上 也会看到一些不良信息和虚假信息 的确 自媒体信息往往良有不齐 我们一定要注意鉴别信息的真伪 以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散布不当信息 有些同学如果信息安全意识薄弱 可能会不注意保护自己或他人的隐私 未经许可随意转发别人的成果 由此带来极大的隐患 我们来练一练 以下做法中 不符合信息安全要求的是哪项 小达 小达 请你来回答一下 A选项不符合信息安全要求 个人信息发送到 微信群会造成信息的泄露 如遇物操作应立即撤回 选项 BCD中 对需保护文档进行加密处理 并且更新杀毒软件 开启防火墙这些做法 都能保护信息安全 正确 解释得很清楚 同学们 身处信息化社会 我们使用任何信息技术 都要树立信息安全意识 明确并承担 每个人应具有的社会责任 请大家通过思考与讨论 加深对本节课的知识理解 同学们 信息处理工具 计算机 是我们学习 工作 生活中的好朋友 好伙伴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计算机的 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 也深刻体会到了 信息技术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重视信息安全 因为我们 是信息社会责任的 承担者和践行者 非常希望你 能在探索的过程中 有收获 有思考 有行动 第三单元 信息处理工具 及信息安全的学习 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